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我是切瑞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2022年即将到来,Subaru也陆陆续续推出了它的新款车型 今天我们就来大家来参观一下2022年Subaru Ascent Subaru Ascent这辆车是2018年就进入到市场了 而进入到市场以后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 因为它只是在美国制造和售卖 它里面有七人座和八人座两种了 特别适合全家人去旅行 带着您的父母、孩子和家里的小宠物 刚刚好,2022年Subaru Ascent有五个版本 有基本版、豪华版、碳翔版、限量版 今年又多出了一个玛瑙版 这个玛瑙版它有豪华版的功能 再加上Startex的防水内饰和20英寸的黑色湿面合金轮毂 这两种只有玛瑙版才有 这一款车是2022年Subaru Ascent的限量版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车的外观 这个车明显就是比普通的Subaru要大一圈 很豪爽、很大气的感觉 它所有的灯都是LED的灯 那如果您开过这样的车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灯是非常的亮的 尤其在黑天开车是很安全的 然后再看它这个轮毂 它是非常大的 20英寸的这种铝合金的轮毂 就是底盘也很高 我们再来看 这辆车的它的这个上边的这个架子 是可以放一些自行车 还放一些行李 放一些东西 非常的实用 高底盘 很有感觉 好,我们来看看这辆车 这辆车就感觉 试业非常好 非常明亮 然后这块都有放杯子的地方 非常方便 不光是这儿有 这底下还可以放两个杯子 如果长途旅行的话 多放一些水会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块是调节空调的风扇 非常方便 然后咱来看看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这个面板 这个面板可以控制空调的温度 还可以控度这个风力的大小 而且它后排 这个第二排还有加热座椅 这样的话呢 就是如果冬天很冷的话 一点击这个加热座椅的话 就会非常的暖和 而且呢 它这块还有充电的地方 长途旅行最恐怖的 就是自己的手机 或者是iPad没有电了 所以呢 跟前面一起抢呢 还有点不方便 这块它就有两个充电孔 而且呢 你看它这一打开 还可以放两个杯子 就是太适合全家人 一起出去玩泼水了 出去玩最怕的 就是太阳晒了 你看看它这块 有一个防洋的挡板 这样的话 太阳再大我也不怕了 Supro这13年来 通过Supro Share的蜡物活动 向慈善机构 捐赠了超过2亿美元 在今年希望达到2.5亿美元 从今年11月份 到明年的1月3号之间 每一个客户 租或者是买一辆Supro车 Supro都会捐献给慈善机构 250美金 你可以在四个国家慈善机构 和1610多个县级的慈善机构 之间进行选择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四个国家慈善机构 ASPCA 美国爱护动物协会 拥有150年的历史了 Supro也是它最大的企业捐助者 通过Supro已经救援 运输和收养 多达7万4千个动物 Make a wish 愿望成真基金 为患有重病的儿童达成愿望 希望透过愿望成真的体验 令他们的人生充满希望和快乐 通过Supro的捐助 已经有2700个孩子 实现了人生愿望 Males on Wheels 目的是帮助那些饥饿和孤独的老人家 The National Park Foundation 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合作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国家公园用地 也是为了保护历史和文化 Supro也是他们最大的企业资助者 Supro Monty Subro车行 不光是卖新车 它也有经过认证的二手车 还有利子车来满足您不同的需求 Supro Monty Subro车行 在旧金山的服务是No.1 而且这里还有华人的销售 来结成为您服务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 Supro的车主的话 这里还提供免费的多点检查 如果你手里还有旧车 太好了 那你也可以送到这里来 这里面也收购旧车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资讯 欢迎来到Supro Monty Subro车行 来咨询来进行试驾体验 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 欢迎参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